欢迎收听大案即时 我是吕鹏 咱们今天来说说2009年上海裸尸案 这事发生在2009年6月24号 已经是夏天了 比现在这个时间还要再晚一个月 上海当时已经非常热了 这一天一大早 嘉定区和欢路附近的养护工人老张 就扛着锄头 进入了路旁边的一个绿化的小树林子 这片树林子是处于几条交通要道的中央 平时人不多 树长得特别好 所以也不用经常的护理 基本上一两周的时间 进来稍微修修剪剪就行 上回老张来这 还是一周之前的 这天老张过来 准备除除杂草 顺便给一些树松松土 然后看有垃圾什么的 剪一下收拾一下 可是走进这树林子 老张就觉得不对劲 哎 怎么今天这么多苍蝇啊 老张呢 自言自语了一句 然后啊 就接着往前走 越往前走 这苍蝇是越多 照理说呀 这种比较阴暗潮湿的地方 这些蚊虫呢 是少不了 不过平时也没这么多呀 成片成片的呀 老张接着走 到底是哪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坏了呀 最后啊 发现了一堆杂草 老张这么一看 就发现呢 这是一个刚出现的土堆 因为上回 是没有这个土堆的 老张对这太熟悉了 哪堆出来堆土 对吧 哪多出来个坑 他都能清楚的看到 老张看这土堆上边呢 又盖上了好多芦苇叶子 哎呦 这谁在这弄这么个小土堆干什么呀 再一看吧 那一群一群的苍蝇啊 都是围着这个芦苇堆打转的 仔细闻闻 这空气里边 还飘着一股臭味 老张这一下子想明白了 嘿 肯定是谁把死猫死狗扔在这了 原来呢 老张也遇见过 有一些人呢 宠物没了 宠物死了 哎 就放到这弄个小土坑 甚至不弄土坑 把这死猫死狗放这堆点土就完事了 腐烂的尸体啊 最终还是得这些护灵工人来处理 老张其实心里边挺不乐意的 不愿意干这个 不过这是自己的工作呀 你不愿意 又怎么办呢 过去看看吧 要是有死猫死狗的 哎 就把它弄出来 埋深点 老张呢 就打算用锄头 把这个芦苇堆刨开 可是 这一锄头下去 差点没把老张吓死啊 哪是死猫死狗啊 竟然是一个死人 这具尸体啊 已经高度腐败了 浑身上下 一丝不挂 老张 缓过神来之后 赶紧打了报警电话 民警呢 立刻来到现场了 法医呀 看到这具高度腐烂的尸体啊 说实话 都有点个硬的话 这是一具男性尸体 死者身高呢 一米七左右 全身表皮呀 就外边这层皮 都已经腐败了 完全脱落下来了 因为气温很高 各位您想想这个画面啊 男死者身上的皮都掉了 气温又高 散发着臭味 上边啊 爬着那些蛆虫 有的蛆虫 已经进化成苍蝇了 反正是苍蝇也打转 蛆虫在那雇佣雇佣的 尸体呢 那些肉啊 烂不滋滋的 都出现白骨化了 有的地方 能够看到骨头了 法医就面对这样一具尸体 强忍住 自己内心的恶心啊 赶紧对这尸体 进行更详细的尸检 最终利用技术手段 推测出来 死者的年纪是26岁左右 死因是被人掐脖子 窒息而死 可是法医始终想不明白呀 他为什么会是一丝不挂的 这样一个状态呢 是全裸的 一个身高力壮的大男人 才26岁 正是青壮年小伙子 生前让人强奸了 那不可能啊 那为什么他赤身裸体呢 最有可能就是在床上 睡觉的时候 或者是在床上 是吧 有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的时候 被人给杀害了 如果是在床上死的 那么凶手 是不是更有可能是女人呢 会不会是和他有亲密关系的女性 杀害的他呢 但法医后来一琢磨 也不对 他是被人掐死的 一个女人 有这么大的力气 靠双手就能掐死一个男人吗 他是怎么做到的呀 难道是还有帮凶吗 或者说凶手不是女人 而是男人 不过既然是男人 他为什么赤身裸体呢 你看 这又回到那个问题上了 最起码你说跟朋友啊 在一个房间睡 你又不得穿个短裤吗 警方啊 就一边推测嫌疑人的情况 一边呢 在现场进行全面的地毯式搜查 这个小树林周围 虽然有几条交通要道 但是啊 这个树林子还是比较隐蔽的 这个树林子因为隐蔽 所以是有可能作为第一案发现场的 那查吧 查了半天 没找到人为的痕迹 像打斗痕迹啊 像足迹啊 都没找到 包括衣服 也没找到 不过呀 细心的民警发现 地上有一串 不太明显的拖拽过的痕迹 是从小树林边的公路上 一直延伸到 尸体存放的这个地方 所以警方判断 这片树林 不是案发现场 而是抛尸现场 这个发现 对于案件侦破来说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呢 如果是从公路上 把这尸体拖拽过来 抛尸的 那么 抛尸的这嫌疑人 一定会被路上的 那个监控摄像头 拍下来影像资料的 法医判断 死亡时间一周左右 警方呢 又开始调取 荷欢路附近 几条道路的监控 重点就关注 深夜和凌晨 这一段时间出现的 行迹可疑的人 因为不太可能 在车水马龙的公路上 享情博日 对吧 大中午的 那我弄下来具尸铁 拖到树林子里边 给它埋下来 那不可能 果然 这监控录像 看来看去 发现当年 六月十九号 凌晨四点 有一对 行踪诡异的男女 女的呢 骑着一辆三轮车 男的呢 骑着一辆电瓶车 乍一看上去 俩人好像没什么关系 就像是街道上 一前一后 两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 但是 在好几个监控摄像头下 俩人相隔的距离 始终不变 并且行驶轨迹完全一样 这就引起警方的注意了 这俩人呢 一直就围着 荷欢路的这片小树林打转 逛有了这么半个小时左右 有原路返回 原本去的时候 监控上拍下来 三轮车上有一个盖住的物体 但是回去的时候 这个物体不见了 据此警方推测 这个女人的三轮车后座上 可能拉着的就是尸体 第二 这一男一女是共犯 就是在荷欢路附近转悠呢 寻找抛尸地点呢 现在 这嫌疑人的影像是捕捉到了 但已经过去一周多的时间了 俩人现在在哪呢呀 会不会跑了呀 警方啊 对两名嫌疑人的去向 展开深入调查 就在这时候 上海市永定路的一家火锅店里边 可出了怪事了 有一个服务员 咱们跟他叫阿东 他发现他的一个同事 陈彬 自从6月18号之后不见了 那这陈彬 是不是就是死者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就在警方查找师员的时候 有一个火锅店 有一伙计叫阿东 说他们那儿啊 有个同事叫陈彬 就从6月18号晚上开始 人间蒸发不见了 这阿东说呀 那天晚上上完夜班 陈彬呢 看起来心情不错 还哼着小曲呢 照那意思啊 好像是要去赴约 有一个约会 阿东呢 也没细问 陈彬就走了 可到了第二天呢 陈彬没来上班 并且还没请假 到第三天 他还没来 同事们就感觉不对了 因为第三天 只要不是出了状况 必须得来 他肯定得来 为什么他必须得来 因为这天发工资 你不来 你平时不来 领钱的时候 你还不来啊 从这以后 将近一周 这陈彬就人间蒸发 消失不见了 到底去哪儿 谁都不知道 这起报案 最终啊 就汇总到了 这小树林 辅尸案的调查人员手里边 甭管是年龄 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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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踪时间 这几项关键的信息 都和死者相互吻合 于是警方立刻到了陈彬的家里 干嘛呀 提取DNA 在哪提取的呢 牙刷上 刷牙的时候啊 这牙刷上 必然会存留脱落的这表皮细胞 甭管谁的牙刷 你只要用过经常用 那么这上面一定能提取到DNA 提取出来之后 和死者的DNA 就进行了比对 结果出来了 死者呀 就是陈彬 陈彬 26岁 安徽宿州人 单身 一个人 在上海打工 现在已经确定失源了 对于这种抛尸案来说啊 失源确定就成功了一大半了 这种抛尸案 通常情况之下 要么是仇杀 要么是情杀 那就排查他的社会关系 被嫌疑人就浮出水面了 警方呢 就重点调查和陈彬关系密切的女性 这个思路啊 无比的正确 火锅店的同事们 七刷刷的都说出来了 同一个女人 这个人呢 叫刘兰 24岁 比陈彬小两岁 跟陈彬也是同事 都是火锅店的员工 在这火锅店里面 所有的员工都知道 陈彬跟刘兰 俩人的 很暧昧啊 说是男女朋友吧 反正也没确定关系 说不是吧 这俩人反正逆回来逆回去的 警方呢 得到这消息之后 没有立刻联系刘兰进行调查 为什么呢 怕打草惊蛇 先对刘兰进行秘密侦查 这一查 查出问题了 本来之前想着这刘兰 是不是跟陈彬就是男女朋友 因为都在一个地方工作 感觉影响工作 所以没有公开 单一查呢 发现这刘兰 结了婚了 已婚女士 一个结了婚的女人 为什么要跟陈彬 暧昧不清呢 并且火锅店里 所有的人都以为刘兰 是单身的 显然在婚姻问题上 刘兰对外是撒了谎的 除此之外 刘兰身上还有别的疑点呢 刘兰的丈夫叫王源 这王源呢 在一年之前 因为盗窃罪入狱 6月19号正好是王源 刑满释放的日子 各位 6月19号 这可是个关键的时间点 之前咱们说一男一女 疑似抛尸的那个影像 就是在6月19号凌晨 而这陈彬呢 是6月18号下了夜班 人就没了 天底下有这么巧的事啊 难道是刘兰怕自己和陈彬的地下情 被丈夫王源知道了 所以杀人抛尸 但跟他一起抛尸的会是谁呢 您各位该说了 肯定是王源呢 但各位 6月19号凌晨抛尸的 王源还在监狱里边呢 度过他那出狱前的最后一夜呢 还没出来呢 所以帮助刘兰抛尸的人 不可能是王源 结合种种线索 警方认为是时候抓捕刘兰了 于是很快把刘兰控制住 刘兰呢 面对审讯一点都没隐瞒 直接就承认了杀人事实 可是刘兰呢 一边说着一边是生泪俱下 一把鼻涕一把泪 他说呀 我才是受害者呀 陈斌呢 是个强奸犯 强奸了我两回 那怎么回事呢 得从案发前一年多说起 2008年10月份 刘兰的丈夫王源 因为盗窃罪被判刑入狱了 刘兰呢 感觉丢人呢 之前的工作 那同事们都知道 这刘兰的丈夫出事了 所以就换了工作了 也搬了住处了 这么着就到了这火锅店打工 对外声称自己单身未婚 就怕说已婚 人们一打听 你丈夫干嘛的 我丈夫 我丈夫在里边呢 是吧 我丈夫里边改造呢 就在这个时间段 陈斌就喜欢上刘兰了 疯狂的追求刘兰 但是啊 刘兰一再的拒绝 尽管别人都以为他是单身 但刘兰自己明白 不是单身呢 有丈夫啊 他越拒绝啊 这陈斌呢 追的越起劲 那一段时间 整个火锅店都知道 这俩人这点事啊 风言风语的 后来呢 这刘兰呢 一方面呢 是因为自己经济挺紧张 另一方面呢 哎 感觉有个人照顾也挺好 所以态度就有所松动 但接下来 在俩人相处过程之中 刘兰说呀 这陈斌太恐怖了 刘兰说陈斌 一共强奸了他两次 说这两次性关系 都是在刘兰 不愿意不情愿的情况之下发生的 反正刘兰就一直坚称 是陈斌强奸了他 并且呢 还恶言恶语的威胁自己 他说呀 第一次被陈斌强奸 是一个晚上风雨交加 电闪雷鸣 陈斌呢 不顾刘兰反对 强行就来到了刘兰的住处 赖下可就不走了 随后陈斌就跟刘兰说 我呢 有话想跟你说 骗刘兰进入卧室 锁上房门 捂住刘兰的嘴 发生了关系 不过 是不是强奸 没法说了 因为刘兰事后也没报警 同时呢 也没有远离陈斌 据刘兰自己的说辞啊 他说我不太懂法律 我怕他伤害我的家人 所以不敢报警 据刘兰自己供述 他当时已经告诉陈斌 自己有丈夫有孩子了 说陈斌呢 又拿丈夫和孩子的性命威胁他 在这样的威胁之下 俩人的关系一直持续到09年6月份 眼瞅着 王源就刑满释放了 刘兰呢 就想着是时候断了这跟陈斌的关系了 哪知道他想断 陈斌不断 眼瞅着这事要暴露了 刘兰急的都不行了 他就想啊 哎呀 这种人啊 阴狠毒辣 在这耍无赖 只有死了 他才不会纠缠我 可我怎么制服他呢 刘兰可就开始策划了 6月18号 在这陈斌被释放的前一天晚上 刘兰主动约陈斌来家里见面 陈斌自然是满心欢喜啊 这天晚上呢 刘兰特地穿上了很性感的衣服啊 俩人又气着嘎叉了 面对着刘兰的主动 面对着他的这种头怀送抱 陈斌呢 乐得都不行了 这就给了刘兰最好的动手机会 就在刘兰和陈斌啊 马上就要到达这个珠穆朗玛峰顶的时候 这刘兰呢 突然用尽力气就掐住了陈斌的脖子 陈斌呢 挣扎了一会儿 气绝身亡 到了这一步 基本上算水落石出了 不过 您各位可能还有疑问呢 那个帮他抛尸的是谁呀 既然不是王源 会不会也是和刘兰暧昧不清的男人呢 不是 这个人是刘兰的小叔子 王源的亲弟弟 王海 当天晚上啊 这王海去串门去 一进屋 看见自个儿嫂子 刚杀了一老爷们 一看 隐藏不下去了 刘兰呢 就把一切都坦白了 请求王海帮助自己处理尸体 小叔子王海 最终还是心软了 跟嫂子一块去了小树林里边抛尸 最终啊 这刘兰一口咬定 所有的一切都源于陈斌强奸他 但是是否是强奸 已经没有办法给予一个清楚的界定 那么您各位认为啊 他们第一次发生关系 是不是陈斌真的抢奸刘兰了呢 但不管怎么说最倒霉的 还是刘兰的小叔子王源他弟弟王海啊 就打算去串个门子去 商量商量第二天哥哥出狱 怎么办的时候 没 耳根子一软 竟然配合刘兰成了共犯 行了 这个案子为您说到这 更多内容下期节目再会